哈囉 三間在挑戰龍魚 不過氣勢上他已經贏了 這隻三間已經被龍魚 壓了幾個禮拜了 有沒有 你看 他現在 有沒有 他鼓下巴 然後 跟大家看一下 你看三間的那個胸襲的那個 襲擊處跟身體連接那邊是紅色的 代表那隻魚在發炎狀態 因為前一陣子龍魚也是像這樣死命打他 這種魚就是都是上層魚 所以兩個都有領域性 然後 誰壓誰啊 前一陣子 龍魚已經壓他幾個禮拜了 現在三間討回來 這缸子其實還是不夠大 然後這個是短生三間 身體你看他比龍魚還要寬 他同樣都是上層魚 所以他會挑戰他的位置 這個就是當南美洲遇到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上層掠食魚是金龍 食物鏈的最頂端 然後這個是南美的魚 大嘴如魚 你看拼命打 雖然這隻短生的也很稀有啦 很難估他多少錢嘛 但是可能畢竟就是幾萬塊 所以我們不能讓幾萬塊的去打18萬的 所以等一下 再打就把他撈去關緊閉 到時候回來他又乖乖的 阿一回來龍魚就會壓他 其實實力上 三間是比較強的 因為嘴巴比較大 就比較強悍就對了 比較粗陋的魚 那你看他前一陣子被打就 就像我說的 我也一直有在觀察這裡 他這個發紅就是在 有壓力發炎的狀態 那他現在要回來了 所以有時候你要觀察你們家的魚 這個如果追得太厲害 頂得太厲害 他就會放紅嫩嫩 然後魚會側身 側一個角度是那個 就是警戒肢 你看龍魚在這邊他就會側這樣 阿龍魚到這邊他就會側這樣 打得太厲害的時候你就要隔開 不然有時候你 大型魚是能夠撐好幾天阿 有時候可以撐兩三天 不然有一天你就看 有一隻直接被打掛 整身褲爛固固 就是胸襲什麼都破掉 就是像這樣 現在是胸襲沒有破 他用推的他用身體去搖他 有沒有或者去散 太嚴重你就要介入 你看看有沒有 他現在他油他下降 就是他以這個地方為根據地 三角形嘛 只要單面受敵就好 那其實他還也是有一點點 想要挑戰的 我們再觀察看看 阿 這個其實也會兇啦 不過他們兇的點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 越來越去越越越 但是這個就是同樣兩個上層魚 兩隻就會搶那個絕對 對的優勢跟領導地位 阿這個就比較底層就比較沒差 阿那個黃金戰船 兩隻虛也是鬥魚科的 阿這個短生的陳吉思汗 這個就 陳吉思汗就不會兇 嘴巴能吞的就是食物 不會跟你客氣 阿平常不會去跟任何人打架 反正他就是遊來遊去 所以每個魚的個性就不太一樣 你要知道怎麼 每種魚的個性 你才能夠下去混合 但是這個黃金戰船 這種戰船類你如果放兩隻的話 就會打得很慘 大概只會活一隻喔 很多魚都這樣啦 領域性 同樣兩種的魚 同樣一種的魚放兩隻 就會打得很厲害 阿放別的就比較 再來考慮那個平衡問題 可是像 陳吉思汗這種 你放兩隻就沒差 你看他們會一起遊 這個就是比較群 群勇性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大型魚的混養就是一種 品種 品種你要了解 齁 然後再來他的大小 他的大小啦 比例啦齁 他就是一種恐怖平衡就對了 你把平衡點抓得好就沒事 你看他也是會韓扣欸 有沒有他也是會還手 他去凶他回收說 幹 要幹嘛 你看他回去待在那裡 現在就化這樣 阿這兩隻很聰明啦 把人在笑牌 我們兩個閃爍的 他們在上面打 他們就躲底下 他們在底下打他們兩個 就躲上面 阿這兩隻就是 不管是 流通流通 在那邊轉圈圈 反正就不關他的事 所以這就是大型魚混養 要注意的地方齁 要去觀察啦 去體會一下 好 也沒有什麼 之前還有一隻 短生的那個 紅尾鴨嘴 有沒有 他更可怕 我餵那個魚下去 三間吃了 然後紅尾鴨嘴 聞到味道有沒有 他就一直找一直找 然後三間是不是含在嘴巴裡 如果你們知道這種魚的話 他含在嘴巴裡 結果那隻鴨嘴 就從他嘴巴底下吸住他 屎都不放喔 三間在那邊扭兩隻 鴨嘴不動拖著他 然後他在那邊扭 最後硬生生的把他的那個 篩膜有沒有 你看這裡有一塊 沒拉沒拉 因為那邊咬過一次 這邊咬過一次 他把整個整個 整塊都剎掉了 有沒有你們注意看 這邊有 這邊有篩膜 這邊沒有 那塊被 被紅尾鴨嘴吃掉了 那隻紅尾鴨嘴太大了啦 雖然是短生的 所以這些大型魚 盡量跟大家講 很強悍的魚 盡量買短生的 短生的殺傷力 比較沒有那麼強 這隻如果是長生的 那龍魚早就被打掛了 好 但是短生的魚不好買到是真的 那紅尾鴨嘴就是太 沒辦法 平常沒事喔 吞不下的不會弄他 但是你放了食物以後 他就瘋狂了 所以這隻也被鴨嘴吸過 那鴨嘴現在是隔離狀 關緊閉狀態 好 好 掰掰 上次吸住很驚恐 鴨嘴吸著他 那三間躺在那邊 然後一直流血水出來 好 掰掰 好 好 有 有 很快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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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